早上好,欢迎收看星洲沙巴新闻 来关注今天头版新闻 全国校长职工会总会长蔡舒珍表示 中小学目前已进入2022、2023学年第三学期的假期 他促请学生把握假期为明年1月即将进行的年终评估做好准备 他说,这是我国在2021年正式废除小六评估考试UPSR后 首次进行星格式的年终评估 蔡舒珍说,教育局已与各校进行相关的线上汇报会 以确保这项由教育部准备提库的评估得以顺利进行 民统党后任主席拿督伊温贝尼迪期望沙巴希望联盟州议员及领袖 能够成为沙巴州政府的议员 也是联邦企业及合作社部长的伊温寄望由沙蒙及国阵领导的州政府 可以拟定一个机制让西蒙可加入州政府 他说,西蒙、沙蒙及国阵在联邦已经共组团结政府 所以希望沙巴也能有一个机制来加强州政府的团结 民兴党郑重否认该党州议员跳槽 该党最高理事与国,州议员昨日在党主席拿督斯里沙菲奕阿达主持的最高理事会会议后,重申对民兴党的忠诚 沙菲奕强调,民兴党完好无损 关于该党州议员跳槽的指控乃子虚乌有 同时,民兴党及达劳区州议员阿兹哈马杜新驳斥调言 否认他和该党6名议员将于短期内退党 阿兹哈也是民兴党最高理事 他表示自己没有签署任何退党的法定声明 有关传言并非属实 沙巴昨日新增47宗病例,呈阳率只有3.07% 事隔7个月后,亚币新增冠病确诊数字总算从每日双位数降至个位数 亚币仅增9宗,但仍继续居首 兵南帮和拿督各天6宗及5宗,位列亚币之后 由亚币市政厅和沙巴教会协会联办的圣诞节庆典晚会 周二晚上开始上演了 庆典一连4天在亚币独立操场举行 除了精彩节目,还有许多豆地美食 大家别错过了 沙巴星周为您报道